欢迎来到Coffee Chat with Barry 大家好 MultiCloud多云是VMware未来十年 所勾勒的一个我们整个研发的方向 以及我们看到整个企业 数位转型的一个重大的策略 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数位通国际 我们非常长期的合作伙伴 我们很高兴Hans 数位通国际技术长 今天来到我们公司 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这几年还有未来 企业数位转型的变化 那Hans首先欢迎你来到我们公司 要不要跟我们镜头的观众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数位通国际的技术长Hans Hans我想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疫情转眼之间已经两年半的时间 这两年半这个可以说变化相当大 我想大家的生活工作习惯都有很大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这个企业这两年加速用云 用很多的这个云端的技术 不管是企业的私有云 混合云 公有云 那这样一个混搭的状况越来越普遍 那数位通是我们这个国内非常这个知名的 这个电信IDC云端供应商 那想请你来聊一聊 从你们这两年的观察 特别在国内或者是国际这个企业市场 针对用云上云 这个多云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观察 OK好谢谢Barry 那其实我们这两年虽然疫情的关系 那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整个云服务 还是持续一直在推动 那特别是我们观察到说 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越来越多客户 比如说我防控 或者是对于网络 频宽等等这些的需求量 其实都在增加的 那所以呢他们非常多的这个应用系统呢 也逐渐的都把它搬上云端去了 那除了企业之外 其实我们这两年观察到 特别是政府单位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云服务 在15年就已经上了这个所谓政府的共产 那这两年其实政府单位采用这种 云服务的这个状况特别明显 那比如说我们这两年 其实我们整个在政府这边的云服务的 这个整个revenue呢 其实是大幅的成长 那以前政府单位可能是碍于这个预算科目的编列 那或者是说安全性的考量等等的 不太敢把这个云服务放到这个 不太敢把这个系统放到云上面去 可是这一两年其实我们发现说 政府的这个态度越来越open 然后这个不管是应用系统或者是备份备源 甚至灾难备源等等这些的都逐渐的往云这边来使用 那所以我们这两年其实在政府这一块其实有蛮多的这个案例 政府来使用我们的服务 所以你刚刚提到像政府啊 或者金融业都是受到高度这个监管的这个单位 所以他们要用云 当然一定牵涉到这个资料必须留在本地这些问题 我想这些都是水通国际你们在台湾这个生根这很大的优势 那我们这两年也看到说因为企业快速的用云加速这个数位转型 有很多创新应用出来 更多的创新应用出来 你刚刚讲到这个数位政府 我们现在政府很多的这个便民服务 不管是跟这个报税相关的 或者刚才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口罩系统马上推出来 疫苗等等的这些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这个称为黑天鹅事件所导致的这种急速的 必须要发布应用这种需求很多 那我们其他行业我们看到比方说这两年 今年我们也跟这个鸿海集团 也算是你们的这个投资我们公司 也发布了这个他们叫胡耀云 那建设一个新的这个云平台来支持他们 整个未来对我们知道鸿海这个F3.0 不管是这个电动车 三代半导体很多的工厂 这个智能化等等这些 新的创新业务发展的基础 那金融业也很多 我们看到这个前几年 ThinkTech区块链的应用 那这些很多 非常快速出来的这个创新应用 他们要快速跟金融的这个 传统金融做整合 透过API整合 所以越来越多创新服务 那我不知道从这个数位通的这个观点 你们的观察市场上 有没有哪些行业你们看到 有类似这种很多越来越多的创新服务出来 其实因为我们本身是所谓的电信业 那其实这过往的这一二十年 像我们做数据中心服务的呢 其实已经变成是IT产业的传统产业了 因为我们就是提供这些风火水电等等这些基础设施 那其实我们电信业的同业其实大家也都在做这个所谓的数位转型 那其实我们在跟自从跟VMware合作之后呢 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服务的内容 服务的这个方向甚至我们人力的这些技术含量 也在透过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在做一个数位转型 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种类变得非常多元 然后我们可以涵盖到的这个客户也变得非常多元 所以我们自己目前看到就是 电信产业在这个整个数位转型的这个浪潮里面 其实透过像VMware这样的一个很total的solution呢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整个公司内部去做一个转型 然后提升我们的云服务的这个各个广度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做 我们其实也帮很多我们的同业或者是同样式电信业 去做所谓的数位转型 比如说我们到海外或者台湾的几个电信公司 我们都协助他们 透过我们过往跟这个VMware合作的经验 把这个云服务这样子带入他们的这个服务项目里面 那也透过这样子让他们的这个人员的技术 或者销售的这些mindset整个去做一个转型 然后也拓展了他们销售这个云服务这样的一个 机会那就可以足以说 去跟国外的这些大型的这个云的业者去做一个对抗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观察到在我们同业里面 其实这一两年在这个数位转型这一部分 其实是有蛮多的一个变化跟成长 很棒很棒 确实这个电信业 当然也是这个创新业的这个重要的龙头产业之一 实际上这个前几年 含了这个5G相关的很多的应用 不管这个Private 5G还有很多现在已经在开始在谈 这个6G低空卫星了 但是事实上5G所建设的这个场域 还有很多的应用 包括车联网智慧工厂 我知道这个很多的场域都在进行 那也很高兴看到这个数位通能够参与这些行业的这个创新应用转型 那我们也谈谈我们这个双方的合作好多年了 这个Hans作为我们这个忠实的这个伙伴 那也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分享一下 数位通是我们在台湾第一个VCPP 我们叫VMware Cloud Provider Program 就是云供应商伙伴的 所以经过这么多年来 现在我们往下后面看10年 这个Multi Cloud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从这个最底层的这种不同的CPU、GPU、DPU的应用 怎么样把这些运算的技术有一个整合 然后提供上层这种多云的架构 从企业私有云到混合云到公有云 那在这个里面呢 VCPP一直是我们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因为它有很多独有的特色 它有电信业的这个特色 它有本地资料的这些保护的特色 那所以未来我们这个多云呢 会继续包括这个应用层次的多云 你大概可以理解我们在这个容器 COPERNATIC怎么样去跨不同的云平台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你觉得未来数位通跟VMware 我们在国内甚至我们也在这个国外 有一些合作的案例 你觉得有哪些新的机会我们可以带给这些企业 OK 好 那其实我们当初在选择这个 要用什么样的技术 来达成我们这个云夫的时候 其实我们经过很长的这个评估跟考量 那最终我们选择VMware 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就是说 我们发现说VMware在持续这几年一直下来 它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然后追求 其实是不断的一直在成长的 所以就会让我们很安心的是说 我们用它的平台在服务的这个广度上面 可以不断的一直提升 比如说各式各样的这个新的这个云服务一直出现 那也因应到刚刚Berry讲的 很多的这个企业它需要这种混合运的架构 所以它可能不是只用一个云 它可能会有多个云 那怎么样在这个多云的环境里面去做这些资源的管理 调度等等这些的 那我们就透过VMware这样的一个solution来达成 那再来就是说除了对于这个产品面的这个持续不断的进行以外 其实VMware给我们一个很放心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支持的体系 包括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PSO的团队 那甚至是一些行销啊等等的这些人力的support呢 来support我们这些经销商 那也因此让我们不管在台湾的这个云服务的拓展 或者是我们甚至到海外去 一样都可以得到这个VMware原厂的support 那就可以让我们很安心的 将我们的这个云平台放在这个上面 那特别是像我们在海外呢 就遇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客户呢 它的这个需求可能跟我们在台湾不太一样的 那或者说它对于这个技术或者是说这个稳定度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回应的这个时间的要求呢 非常的严苛 那我们因为也是用这个VMware的这个平台呢 才能够大成这个客户的需求 那进而呢 客户将它的这个整个应用呢 牵到我们的云端这边来 所以我想这整个这个支持的体系也非常重要 对我们云服务的业者来说 因为我们其实提供服务最担心的就是 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来support我们解决 那我们又对客户有SLA的这个commitment 所以我们就必须说仰赖这个很强大的这个支持团体 支持团队呢来协助我们把这个云服务做得更稳定 而且更安全更有效率 对 确实这个我们跟苏维通现在合作的这个面向嘛 越来越丰富不光是ICE、PASS、SARS 还有刚刚这个Hans也提到了 这个提供企业这些数位转型创新服务 最关键一个就是要稳定 是 不能出问题 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这个服务不中断 对 不瘫痪 这是现在大家比较更深思的 那交给这样子一个有国际认证 又有这个应该二三十年经验的 是 就全球都有这个足迹的这样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我们也非常放心 希望我们未来跟苏维通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是 然后一起来帮台湾的这个企业再上一层楼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